我们今天准备把64话讲完 也是简单的 第一,时间有限 只是最多五分钟 也就是为了这个方便 第二呢,每个人理解的深度也不一样 我们这个年纪 也在这摆着 而且这个古人呢 那个时代的环境 那究竟当初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人众说分云 没有定论 加上文字的 这个翻译的出入 为我们 尽力而为 那么说到这个风挂呢 就是整体来说还是好的 不管物质精神风雨 对世俗来讲 好像都挺好的 那风则多顾 那所有的认识 甚至不认识,假接认识 这些人都来了 那多顾呢 你看是不是世故呢 人一多了 事也来了 这就一体两面 还有就是血瓜专讲 那个 有所规则 前面的规媒 避风 就是前面也有基础 有沉淀 由这个环境去培养 一步一步 也都是自然而然的 那这个风是今年的一划 后面还有其他的划 我们再说 它有背后的大背景 说到这儿 我们先做一个过渡 说个人 你跟郭文雄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老百姓 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你干嘛还是干嘛 你就再跳来跳去 没有这个基础 也不行 那只能说相对的 好像是有一点小的调整 还不够你费心 那你真有那个命 也就来了 自然而然会好 那你说个人 跟国运就没关系吗 当然有 那国运 你看前面说 这个文艺 这几年对整体社会 都有影响 对有一些人呢 那就影响比较大 有一些还反而影响比较小 但是整体是影响多一点 那也是国运影响个人 你个人想 就所谓时事造英雄 英雄想造时事 很难 不可能 天大地大 你就算王一大 也是那么一个人 那天子自有真龙护体 那你不是 那就算了吧 那你说怎么还 对这些感兴趣呢 那你说 这个 路边的老大爷们 还整天 他们国家大事 是不是太虚幅了 实际上 有这个 新系祖国 那自古 尤其过去的人 都有家国天下的 这个情怀 是好的 你除了国 那就是 中国人 除了家 就是 一个家的代表 甚至一个家族 一个姓氏的代表 国有国法 家有家鬼 到哪儿就得有个什么样 那固然是好的 对的 它 能影响个人 个人 你如果有那个命 你看 这个瘟疫来了 你也能 好像 什么战争国 那才 也来了 但是 都是坏的吗 也不一定 那你刚好 你占了那个位置 就是你的 所以你算来算去 有的时候 相对的调整一下 刚好的那个点 那是有用的 更多的都是 谈笑风声 甚至胡思乱想 虚妄 那一个人的 如果是大人物 他就会出谋划策 会在 这个战乱时代 以一个 比如说武将来出现 那这个时候 和平年代 你想用武之地 就很难 那说不定是一个反叛 你反正也 这时代想造反 是很难的 那你比如说八字的时候 黏上 这个时代 这种经济 那你刚好黏上 那全是财 那你就符合时代了 那也是老天造的你 你就是地球上 就蚂蚁那么大点了 在他们看来 那你至于说 你是赚这么多钱 还是亏这么多钱 那就不知道了 具体看了 但是你亏这么多 你也有的亏 我说明你还是有钱 这个 还是一个 大起大落的人物 那我们下来再说别的话 我看来 我看来